迪士尼经典卡通人物米奇在1926年首度问世 1928年首次出现在有声黑白片卡通 弃传威利号 根据美国版权保护法的规定 米奇的版权保护期为95年 也就是说从2024年起 迪士尼将失去米奇的独家版权 之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米奇的形象进行创作 这也引发了迪士尼和法律界人士的担忧 因为在今年1月 迪士尼旗下的另一个知名角色 小熊维尼超过了版权保护期 导演沃特菲尔德就制作了恐怖电影 电影里使用小熊维尼这个角色 还展开了人肉杀戮战 事上迪士尼的米奇版权 原本受保障56年 经过上诉之后 迪士尼成功在1976年 游说版权法延长保护期到75年 1988年迪士尼再度游说延长到95年 目前还不清楚 迪士尼明年是否会再次采取游说招数 来延长米奇的专利保护期 东森国际中心综合报道